DSC就快放榜 大家有沒有規劃好升學的大計呢 每年放榜之後 有不少學生去海外升學 應澳美加 相信你已經很熟悉 德國這個國家 你有沒有留意 今集《流學精讀班》 介紹德國流學 還請來德國升學的顧問 匯德環球的Tracy 和大家分享一些獨門提示 Tracy 你好 Hello David Sir 你好 見到你一定有很多德國留學的心得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 不如我們由吸引力講起 講到德國留學的吸引力 一定是免費的學費 是不是所有的德國大學 都是免學費的呢 其實德國來說 總共有四百多間大學 三百多間都是國立大學 百多間就是私立大學 國立大學來說都是免學費的 除非一些碩士課程 或者一些英語授課的課程 某些都需要學費的 不過要留意 德國總共有十六個州 其中一個州分 叫巴登富藤堡 這個州分的大學就需要收費了 那究竟什麼人才能讀得到 這些德國的大學 當然說到免費一定有條件 其實如果你當我們同學 DSE來計算 我們中英數通識四科 主科加兩科其他科目 分數每科都達到三分的話 那就可以申請了 但也有一個附加條件 就是你的德語 譬如說大部分國立大學的德語要求 大概是B2和C1左右 那就要視乎你是報讀哪些科目 如果某些科目要到C1的話 可能你就需要去讀一些大學 附設了給同學讀的預科課程 待會我都可以再講解一下 很多家長我相信都會問 那課程裡面 這些課程是否有質素保證 絕對有質素保證 為什麼可以這麼說 因為其實過往拿諾貝爾獎的人 其實佔了一半都是屬於德國裔的人 而且他們大部分都是德國大學畢業 授教和他們都是教授 所以德國來說絕對是有保證的大學 而且在德國來說 所有大學都是全球受認可的 無論公立大學或私立大學都是這樣 聽你這麼說 那德國院校的排名 那國際排名究竟高不高? 其實這個問題都是很多家長和同學都會問到 因為有時上網說排名也不是很高 或者不是那麼多學校有排名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德國本身政府不太主張學校排名 就算我們高中學校也不太主張排名 反而他們會著重什麼呢? 就是每一間大學的強項是什麼? 他們會專攻某些科目 所以同學去選專學校的時候 要視乎自己本身想讀什麼科 比如說他們想讀醫科的 他們會去莫尼克大學去考 比如說他們想讀經濟的 他們會去到萬海武大學去選擇 所以其實德國的排名 並不是我們平時一般所想所想 那家長要留意多一點 是強項的 除了讀書之外 要生活 其實在德國生活 究竟適應的時候是否困難? 天氣最主要的問題 香港的家長經常擔心天氣會很冷 歐洲來說 德國的天氣不會太冷 也不會太熱 冷大概是負幾度左右 也不算很冷 例如說夏天可能有一個月左右 可能會去到30度 不過因為溫差比較大 晚上就會涼爽一點 所以德國來說 大部份很多地方都沒有冷 因為它不會太熱 所以他們就不需要經常開著冷 有時候他們都不喜歡自然一點 好 飲食方面 是否德國很流行喝啤酒 吃鹹豬手 那是否會吃這些食物? 如果說出去和朋友交際玩 他們就會是這樣的 而且在啤酒來說 16歲已經開始喝了 是的 考車牌他們16歲都可以考 但是如果日常生活 他們通常都是麵包、牛奶、Cold Cut 都比較簡單 吃得豐富一點 他們會在午餐時間 但是如果午餐時間吃的時候 都很顯得他們德國人的特性 因為德國人如果去工作的時候 就很認真 所以他們不會花很多時間在午餐 吃一個很像法國人 吃一個很長時間的午餐 都是一些速食 但是都會是熱吃的 但是如果晚上來說 他們又會去到好像日常 那麼簡單 可能也會吃麵包、Cold Cut 簡單一點 而且他們的飲食文化都比較健康 而且他們準備的食物 不會像我們香港那樣 遇到多一點點 吃多一點點 他們都會是一個著重環保的國家 他們不會浪費食物 那可不可以簡單地說一下 當地的文化又是怎樣的呢? 他們的文化其實 生活來說 他們的生活文化其實都很簡單 不過他們很著重work life balance 因為其實德國人是一個很務實的國家 他們做事的時候就會很認真 因為我自己曾經都有跟德國人工作過 都會發現他們的特性不同 他們做事的時候非常專注 然後他們變成星期六日 就會把時間專注回家裡 他們可能完全放下手機 完全不會在工作上的東西 加上星期日 其實德國來說很多店舖都會關門 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時間 是需要留給自己家庭的 如果你說假期離間 其實他們主要都很像我們香港那樣 走山、露營或者踩單車 但是會不會很悶呢?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柏林那邊 他們也有很多夜生活 有些人晚上出來喝東西、聊天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一個很悶的國家 其實都是很多知多彩 聽你這樣說的 生活都很好 但是華人會不會有很多呢? 會不會撞口撞臉都是同鄉來的? 華人那邊也不少 不過直到現在這一刻 德國沒有聚集了很多華人的唐人街 只不過是散佈在不同的州份而已 你說撞口撞臉 其實香港人相對來說比較少 因為以往也不多香港人去德國留學 是的 如果比較多人華人的可能是台灣人 或者是一些中國人 其實泰國、越南、韓國都很多 即是同學去到後都會認識到很多不同國籍的朋友 是的 他們會認識到很多的 所以不會避免大家聚在一起 但也不會認識到不同文化 其實這是很好的 是的 聽別人這樣說 申請到德國留學 有很多手續要辦 還要搞很長時間 是真的嗎? 是的 是的 需要多久? 或者要準備什麼資料呢? 因為德國人很著重文件上的整齊 要齊備一份份答得好 所以當同學真的有意向上申請的時候 這些需要留意 另外還有德國人很著重文件 同學其實都需要把自己的文件做得很整齊 可以介紹得很清楚自己是怎樣 讓別人看才可以 你說掌握時間 可能有些同學會自己選擇去報名 但是因為其實德國過往 可能近一兩年多些可以在網上申請 但其實以前不是的 你真的要寄文件過去 變成同學就會覺得 為何這麼久都沒有消息收到 究竟學校有沒有收到我的資料 但是你又跟學校溝通不了 你變成真的在等待 變成你自己都不知道 最後會不會等到消息 就不知道就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就算你可能在電郵 現在可能你都會在電郵申請 但有時候你都未完全掌握到 究竟這間學校的收生程度 可能其實基本上它今年已經淘汰了 你亦都未排隊到來 但學校可能又沒有消息 變成這些事情就做 全部都不可以在自己掌握之內 所以這些都會留意的 聽你這麼說 申請的程序都有點複雜 還有沒有一些簡單又可以快捷的方法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當然有 其實同學可以找回相關一些專業 可以幫到申請德國留學的顧問公司 因為其實專業的人他們非常有經驗 原因一 他可能跟一些大學本身已經有聯繫 他可以將一些學生的個人資料 以及成績直接递交到學校 學校亦都可以首先確保文件已經遞到學校 這已經很重要 然後亦都可以很快速告訴同學 究竟能否成功錄取 當有一個消息的時候 亦都可以幫同學準備所有文件 尤其是建領事館 因為建領事館就算我們每一次準備文件 都要回答得很整齊 還有你亦都有些文件 可能需要去到民政事務處 去做一些手續 這些步驟我們都會慢慢跟同學跟進 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的人協助你去做 就會相信你很多 原來德國留學真的有這麼多好處 真的有得想 多謝了Tracy和我們破解了很多德國留學的迷思 相對英美澳加的傳統留學熱點 德國確實有它的吸引力和優點所在 聽完專家和大家說了一些德國的升學資訊 相信大家都清楚很多了 如果喜歡這條片請你按讚、分享和訂閱 下條片見 請多幾年 有市民人 早安 也會是 有市民人 外國的 有市民人 非常恐懼 有市民居